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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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我家两个小鬼 他和四个人在一起 也就是说金先生一个人 来到了你生活的这边 跟你们一起 对 秦女士说 两个人再婚快三十年时间 先前感情不错 两人凭着踏实勤奋 一起扩建了房子 带大了孩子 日子过得一直不错 直到2007年 家里六百平的老宅拆迁了 两个人的问题接踵而至 新年政府要拆建 拆了以后 按照政府的协议 就是说我两个小鬼 是在这个地方 拿到户口 一个户口是八十平板 我两个小鬼 一个人拿八十平板 我和我老伴两个八十平板 然后他两个小鬼 把他们的户口 什么材料东西 也搞过来 刚才那个不在的政策之内 他们没搞到 就是我们六个人 三套房拆迁分得 对吗 对 好 这三套房 按照刚才秦先生说法是 已经分完了 秦先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三套房子 那两套房子 他鱼儿一套 儿子一套 秦先生我五床干什么 他怎么用 怎么都不是我先干 我的一套 给我两个小鬼 给他一个 我怎么用 他五床干什么 这个分法是 三套房 两套是他孩子的 然后还一套 是属于你的 这是怎么个分法 就是说你们夫妻共有的 这一套 就交给他了 交给他了 我就想了 以后我们老人还要住 住了以后 那个房子是他 将来 对 将来要他们处理 好 这个是写了协议的是吗 写了协议的 协议在哪呢 拆迁打乱了夫妻俩 原本平静的生活 分得的三套房产 正为了乡伯伯 引发了夫妻俩的博弈 老两口都想为自己的孩子 争取利益 内容是 现安置在某处的 80.95平方米的这套房 归秦女士的儿子个人所有 然后另外一套79.9平米的 归秦女士的女儿个人所有 剩下的这一套79.9平方米的房屋 由金先生安排给他的两个儿子 权利是由金先生来做最终决定的 按照夫妻俩2013年的这份协议 秦女士的两套房产分别赠予了儿子和女儿 金先生的一套房产可赠予他的两个儿子 但是决定权掌握在他的手中 从这个分配鞋一看 房子的大头落到了秦女士的这边 为了平衡关系 他把属于自己的四支瓶交由老伴处理 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房子用来养老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随着金先生始料不及的一个决定 夫妻俩再度深陷纷争的漩涡 当时的时候他母亲说了 那我们以后住在哪儿 他说了以后住房子以后再说嘛 我说那不行 我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一定要住 前两个礼拜 回来跟我说把房子给他生子 现在他就把房子送掉了 我的房子他送给他生子了 他生子他们朋友要 然后他自己原来还有几十平凡房子 还有他的那个钱 就补偿给了这个儿子 这个房子给了哪个儿子 你听到他这个决定 当时你怎么反应的 当时的时候我就说 我把你把钱分给那个小儿子 把房子给你生子 然后你老子怎么办 他跟他老子 你看我我看你 我就说了你 你钱也分点了 房子也送点了 你看我 我拿什么 能支配你 而且我看你 你有什么东西来 就为这个事儿 当时就吵起来了是吧 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他就说 我现在是连袭有清风 到时候没人管我 我就跳上去 他连袭有清风 我一个大孙子 他的朋友 他这个军约有染了 要到赶紧来看看 他有没有房子 他跟我上的这个房子 我大儿子跟我上的这个房子 所以呢 我打写过了 他给了儿子呢 手续都办完了吗 手续我写艺术的 明白 这个是也没有经过他的对吗 我房子给过以后 因为当天我去啊 没有的时间准备的 他这个时候当时 我也没有的时间准备 他也没有这个人 他给我 我干了以后第二天 我就跟他建设 我那个房子 大爷过去超市 他给他儿子结婚 他请阿姨来 对吧 我跟他建设 但是我作为我的选择 我又没有必要跟他建 因为那个 活动了的选择很亲自 明白 我跟他一件 他三人一起去 我这选择那个房子 应该跟我们演 百年之后 为什么这么想呢 我不知道 按理就是这样 按什么理 我的两个小鬼 是正在那里 拿到房子的 是他们自己的 就是我和老外人 两个房子 就是属容我们的 当时我的四十平板 属吵的情况下 没办法 他写的协议 我就签字了 签这两份协议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有安排自己将来住哪儿吗 没有安排 你们两个人心里头 有没有为自己做个打算 将来我们老两口住哪儿 这个问题考虑过吗 大师都没考虑 都不考虑 大师 心理闲事都要经过 他受苦 都不相为 好 都不考虑 这边你把两套房子 给了儿子女儿 你这边又立刻把房子 给了大孙子 都已经处置完了 现在来考虑 你们两个人该住哪儿 对 你也没考虑 金先生也没考虑 主持人张婷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拆迁分得的三套房 老两口分得干干净净 最终自己沦落到住车库的下场 让人唏嘘 调节现场 感觉得出来 秦女士后悔当初心肠一软 把房子交由老伴处置 那么金先生给孙子结婚的房子 还能住吗 在他们的有生之年 这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律师邵佳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关于这个婚内财产约定的协议呢 从法律上的规定来讲 它是有效的 因为我们国家婚姻法明确指出 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可以通过书面的约定 对婚前的个人财产归共同所有 或者婚内的共同财产归各自所有 可以进行这一方面的约定 所以在这一方面是有效的 另外关于赠予这一块 因为你们二位将这个房子 归属你们各自之后 你们又赠予给了自己的小孩 对吧 那么给小孩这么赠予呢 它涉及到的是一个不动产的赠予 因为涉及到房子嘛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个房子有没有已经过户到 小孩子的名下 没有 黄崇正 它那三套房子都是我的名字 它没有名字 都是您的名字是吧 对啊 是我的地点的 只是这样写了对不对 对 好 那么关于这一块呢 也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一个困扰 就认为这个不动产 可能在过户的时候 存在着一些政策上的障碍 那么这样的一个赠予是不是有效 你们的这个赠予也是有效的 虽然没有进行过户 刚刚阿姨你提到了 虽然这个房子分了 但是我们两个老人家 生活还是要保障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说 分是要在你们二位百年之后 这个小孩子 就可以把这个房子拿走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世的时候 要先给我们居住 这是你的理解 那么我想告诉你 从法律上 你的这个理解的这种协议呢 不叫做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它是叫遗嘱 如果说你当时是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 你当时的协议就应该是要立遗嘱 知道吗 遗嘱它是要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 才发生这样一个继承的一个法律事实 在邵家律师看来 当初秦女士想要养老 住房有保障 就应该把什么时候赠予写清写明 甚至可以立下遗嘱 而并非只想做一个简单的分配协议 可现实的尴尬是 房子已经被金先生给了孙子作为婚房 老夫妻俩再想去住也不现实 住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秦女士说 拆迁后 他们还分得了一笔拆迁补偿款 这笔补偿款是多少钱 17万 17万多吧 本来留着这笔钱 你们租房也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这个钱也出了问题 这个钱我来说清楚啊 这个钱是我提的也不用 这笔17万的拆迁款 又会有着怎样的风波呢 秦女士说 关于拆迁款的分配问题 才真的让他心凉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 先提个七万 给他两个小鬼 作为房子不谈 他不必拿到房子嘛 还有拿到两万几千块钱 给我小鬼这回 然后我们那个老房子嘛 他提了四万块钱 作为古老房子不谈 然后他剩了五万嘛 他就分 他写好了吧 一个人一半嘛 一人两万五 对 前面你说给孩子补偿也好 给你原来的那个老房补偿也好 给小孩结婚也好 都能理解 最后剩了这五万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也要分了呢 那是他写的要分 他那个写一刻的不写的一条嘛 就是说他死了 他生人钱贵他小鬼 我死了 这个钱 我生人钱贵我小鬼 所以在那个时候房也分完了 其实钱也分完了 对对对 那你们俩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的了 没什么共同一切 这个钱都是我的钱的 我有个当时有什么心结 有种泄墨沙驴 有这种泄墨沙驴 我有这种泄墨沙驴 为什么会有泄墨沙驴的感觉 到08的位置 到催法的位置 我们父亲这么多人欢迎 这么多世界 对小鬼 对家庭 我个人偶尽低水 我这多年的回顾 我是温习无非 我代理家庭 代理资助 他的哪个 我去问你资助自己 明白 但是我得到几个以后的 这个房子呢 国家认真的 他就自然是给了 他这个时间的 我国家认真指的就是 我们家庭的 一个小鬼 两个小鬼 一个得40万块 就是从这个 我简单来讲 就是从分房子开始 你有了这种泄墨沙驴的感觉 是吗 有了 本来这个感觉 就让人不舒服了 为什么到最后这个钱 你还要分得这么清楚呢 他在铁铁铁以后 省得吵了 你担心吗 房子年时候 不就和话吗 如果没有这么多 房子年后后 不真是有英女的和话 要分就干脆分清楚 我就是赞 要分就分铁铁铁 房子分了 钱分了 人心也分了 金先生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全都分完了 人心也散了 会担心这个吗 有这个问题 你有做好这个准备 有 我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准备 房子通过分房子以后 这个房子把我们家庭 原来试试 就和一个关系整个他们 到这个房子直播直播直播的 在金先生看来 再婚30年 他一心一意为家付出 没想到到头来 房产分配的大头 还要落到妻子头上 这样的分配方式 让他有了 卸磨杀驴的感觉 带着这种心情 他才把钱分了 钱分干净了 两个人的心情 也变得复杂起来 在一起过 怎么看 都有一种 分家过日子的感觉 小处里一个车库嘛 然后就在车库里 过日子嘛 洗活用的都在车库里的嘛 怎么算谁的呢 怎么买呢 这些东西 买的时候 就是每个月 买菜 买米 买油 我就把他占起来 剩下的钱呢 我就给他把它撑起来 除了把他开销以外 那个钱就给他撑着 撑着以后 那时候车库还撑着四万多块钱 然后 也拿炒着 那两个钱也分掉了 我听懂了 就是你们 四万多块钱 一个人两个人 管着这个车库 住在里面 然后还可以收一些停车费 是吧 对 这个停车费 你的意思是 就用来你们两个人 平常的日常开销 对 多余的钱就存起来了 对 存到最后 这个钱也分了 也分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只是他也分 我们开了车库 开了以后 就是 别这个边有几余钱 他就给我收到银行里 给他撑着 这个我们的官民 我们一天过日子也这么过 这也挺好呀 本来 这个都很透明的 大概撑着多少钱呢 总共撑着有四万三千多块钱 是火气 我就给他撑着 完全把这个钱取出来 撑整地 整地有点利息 反正我们暂时也不用 把这个钱出了以后 就是四万四 干利息就四万四 四万四到银行里以后 我当时给他撑着 把这个银行里 撑着银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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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撑两个人 我当时我接受前面的教训 接受前面什么教训 接受前面什么教训 我这发生原来做的事 到时候发生 没什么分手 完再找死 家庭搞发不破除银行里 我经济搞情绪不好办 所以他要撑一个人 他就叫一个 用哪里名字撑的 原来是我的名字 火气亚都是我的名字 到17年约 大概十三个左右 过两年了 绝对一大一件日子 我就记不清了 我给你讲个事 我说没事 他那个死亡那个节 我拿着给小七二买饭子 他给他儿子买饭子 是吧 那是我的借口 我拿着没了 我说天生我来公开的 你给儿子买饭子 没问题 跟我借一声 你没跟我借 到底什么时候 到去那里 这种问题 我就怀疑 我就怀疑这钱没有了 最终钱呢 他不在的 他不在 他翻译以后 十几天我晓得 是吧 我这把车体看起来的 把车体看起来 从哪里还在那里 没借出去 从哪里没有去 没有去 我这把 十几个找人 找了一个 他一直 他不是人家 不是让我 我给他妹妹借了 我去他妹妹 来做出工作 这笔钱存着存着 对 那个钱他是要取的 我这当时存着 你为什么撒个 那个谎是干嘛 我就说 那个钱 我真是就不想 不想分开 你可知道的 他刚才说 他没有说分开 他只是说 重新再存一下 他又有那个钱了 他真是没说实话 所以分到最后 就如你们两个人所讲 所以 什么都分没了 对 什么都没了 房没了 钱没了 感情也没了 对 到最后就变得 说起来是互相依靠 但其实谁也靠不了 对 就是这个 从拆迁分房开始 夫妻俩的信任危机 犹如多米诺骨牌 不可收拾 分成为了两个人 婚姻生活的必备话题 让他们原本应该平静的 晚年生活 风起云涌 这也让我们纳闷 孩子们知道 父母之间的纷争吗 孩子们知道你们在分 已经分得这么清楚了 差不多这个样子吗 孩子 四个孩子不管 我家孩子不管我们的事 调解现场 我们想尝试联系两位老人的子女了解情况 被秦女士拒绝了 秦女士说 这次调解 孩子们都不知情 她不想给孩子们带去困扰 老夫妻俩为了孩子争取利益 闹到这般田地 孩子们却还可能蒙在鼓里 秦女士的表述 让观察员刘晓红感慨万千 我第一个在想 如果是你们的孩子 这太幸福了 这个都不需要来啃 你们直接就给了 财产呢 就是提前全部都分配完了 对你们俩说 这个事已经继承事实 但是我觉得 对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 是特别值得警戒的 老年人生活到最后 我们的追求是什么 老有所依 安享晚年 千万你不要背离了这个目标 你们这个财产的分配 真的是超之顾及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很多传统的父母 他们会有东西 但是我先不给你们 对吧 我也要看 在我老年生活之后 你们谁有孝心 你们谁为我付出多 对吧 然后我才根据你们 对父母的这份孝心 我再来妥善的分配 安置我的财产 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 所以这个你们两个人 其实也是对我们 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 就是一个相当大的警示 今天你们两个人既然来了 我在想 就是两条路嘛 对吧 反正该分都分了 也分得干干净净了 是吧 你们两个人要走的话 这个也没什么可真挚的 对不对 剩下的就是 我在财产都分分分的情况下 我的情感要怎么合合合 是吧 你们两个人 如果是一旦分开 你跟着你的子女过 这个南方跟着南方的子女过 你们再想想看 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小家庭 能有多少精力来管到你们 我要说的金先生 你的老婆 她真的并不是个 胡搅蛮缠的人 甚至她都不算一个 精明的女人 虽然她会有些委屈 但家里还是由你做主 那么在生活上面 好像家里一直都是你 当家做主 那么当你把这个财产 全部都分配完了 然后养袖清风的 这个走到老婆面前说 将后就你看我 我靠你 她就要问一句 靠什么呢 老公一直以来 都是我靠着你的 对不对 她一直 累在的声音是 老公我一直都在依靠你 我也希望 哪怕我们两个人 真的是相应相靠 也让我更靠得你多一点 她希望你去考虑她的感受 让她心里觉得舒服一点 让她觉得我这个老公 是在考虑我的 她心里还是有我的 她还是在担当的 她还是在照顾我的 她还是值得让我依靠的 如果金先生你能听懂 你老婆的累在 是有这么一点点 心理需求的话 不至于闹得这么僵了 你们两个为子女 付出的已经够多了 其实你们心里都有不平衡 作为女方来讲 我们可以理解她 她的房子 她的地 是和她前夫 是和她前面两个孩子 共同所有的 那是她原来的财产 原来的家 原来的情感 寄存在那里 但是我也理解男方啊 作为她来讲 当时就有一点像上门女妻 到女方家来安家 自己两个孩子成年了 基本上也就没怎么管 在女方家 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 她也是做了一个 父亲的责任 也是作为一个父亲 而付出的情感 家盖的增加的房子 她也有功劳 最后的问题 你们出在不爱自己 不爱身边的人 还在爱你们 小时候的孩子 其实他们都成年了 都独立了 他们有能力回过头来 要给你们回报 真的不要再去计较了 这把年纪 你再增 多增了几块钱 无非就不是留给自己的小孩 多几块钱吗 你增来增去 我多增一点 他少得一点 不就为自己的孩子 多留一点吗 只要你们二老能够 相互的依靠 健康的 快乐的度过晚年 你们身体好了 就是给后代 减少麻烦 减少费用啊 你们为什么想不明白了 这把年纪 还要去折腾 还要去分手 还要倒回去 给孩子共同生活了 给孩子增加麻烦了 为什么 你们在一起互相照顾 好好的生活 不是就给孩子解决了 负担吗 解决了麻烦吗 那你们到底是 帮了孩子 还是给孩子 又再重新找麻烦呢 是不是 何苦呢 在老师们看来 夫妻俩都应该明白 老来伴真正的含义 唯有把对方 真正的放在心上 两个人的晚年生活 才有笨头 日子才能舒心 听完了宗岳英的发言 秦律师的情绪 出现了波动 而在调解员 胡建云看来 真正的解铃人 应该是金先生 整个事情 我们可以说是 都做出了贡献 那大家分一点 好事 照顾一下 各自的孩子 说得过去 可是我们一定要 分一个先后 一定要把这一种 就是 如果我站在 金先生这个角度 我会带领孩子们 要说一句话 包括你的孙子 那就是 要有感恩之心 感恩之心 不是说 所有的贡献 都是秦律师做出来 不能这样说 金先生 你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包括照顾他的孩子 但是就好像我们 不管以什么样的原因 来到一片大果园 这片果园 原来我们是进不来的 是因为果园的主人 欢迎我们进来 之后我们在那里面 勤勉地工作 做出了贡献 后来因为这片果园 我们有收获的话 不管怎样 不管我们在里面 付出了多少的汗水 我们也得 对当初 打开这一片果园 让我们进来的人 说一声感谢 为什么 因为这一片土地 是果园的主人 有最深的感情 他的接纳 他的共同劳动 以及他看着收获 大家的共享 从道理上来说 是一件小事 但从情感上来讲 其实是一件大事 所以我就在想 你说秦女士 她纠结什么呢 她会纠结到 从之前 这个家里面 财务的管理 到后面这个房子分配 拆迁款的分配等等 都是在按一种 陌生人之间的状态 在进行 这让人很不舒服 所以金先生在 把这件事情料理的 比较均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一些特别的感受 感受啊 有些时候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但是需要别人的抚慰 在胡建云看来 金先生不能只看到自己的付出 却忘记了 拆迁收获的源头在哪里 而秦女士内心的声音 并不是要房要钱 她要的是丈夫的包容和肯定 那么夫妻俩 接下来的生活 应该怎么过呢 带着这个问题 密室环节展开 观察员武运 带着秦女士走进密室 密室里 首先要解决的是 老夫妻俩养老的住房问题 一落座 秦女士就亮明了观点 她也不是非要 把房子给要回来 只是希望老伴 能拿出一个态度 你愿意把房子给 那你就最无法 房租 他承担 对 那么生活费呢 你出一部分 我 我放了一千 一千七百块钱一个月 然后呢 你让我出多少 那我们就出多少 这个钱交给他 交给他 他来管 要他管 你买完我就收 对对对 我知道你意思 感觉得出来 秦女士想把日子过下去 可在武运看来 老夫妻俩 不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紧张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养老问题 孩子们责无旁贷 他们如果承担出 赡养你们的这个 就是负担一些经济 你是不想让孩子付出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好事 他们母亲 肯定没那个条件 他们买房子了 他们还贷款 要花二十年 一无所有 然后买房子不难 怎么一无所有 你不是一人 给他们一套房子吗 怎么叫一无所有 不要去说到自己的孩子 就是各种可怜 各种难受 没有 他们其实活得挺好的 在秦女士心中 自己苦一点没关系 别给孩子们添麻烦 谈到让孩子付出 秦女士明显在退缩 武运指出了秦女士 对待孩子上的问题 关于下一步养老的问题 金先生又想怎么安排呢 你也有退出工资 对不对 你也有收入 他也有收入 你们提供一点 子女再提供一点 你们再给买一个小公寓 这种方式 您觉得可行吗 我这不是他拿着进去 还是不行 那要么就是说 重新再租个房子 我们先过渡一下 而这个租金的话 我在想 可否我们男方的 多主动一些 多承担一些 原本拆迁得了三套房 到头来却需要租房养老 两位老人 异口同声同意租房 令人感慨 关于接下来两人的生活 无尽直言 如果金先生探中这段感情 不妨在经济上 首先做做让步 让老伴看到诚意 这时候你在经济上 稍微地倾斜一下 也不是说你全部倾斜 你稍微倾斜 让她心里好受一点 而且她是一个女的 很多事情 一些社会能力 还有身体条件 可能还没男方好 有些时候 您在某些方面 要多忍让一下她 多付出一点 你多付出一点 女人是这样子的 不管是年纪大的 还是年纪小的 你多付出一点 她一定看在眼里 她看在眼里的时候 自然而然 也会对你的饮食起居 对你的脾气有所照顾 你们就回到了 你们买房子之前的 那种状态 我觉得那种状态 你是开心的 她也是开心的 您说对不对 吴静的建议 让金先生陷入了思考 快三十年的感情 能够感觉得出来 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那么密室回来后 这对老来伴 都会有怎样的表述 他们能够 就养老的问题 达成一致吗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条 我们密室回来 看一下双方当事人 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现在我们已经 还在车祸里看车祸 能看呢 我们还看能动 第二点呢 我们老父亲身体 有一个人 不容输 那我们也还定在车祸 是吧 一个车祸怎么搞的 我们一个月呢 如果不看个乎的话 拿出一千二百块钱出来 是吧 我只是现在的回家 我只花钱了 补钱并回来 只是现在的回家 嗯 放到家里去 是走饭最好 过日子也好 啊 我出这么多钱 我的意见呢 就这样 看看老婆呢 可能给接受 其女士觉得呢 踏什么踏的 我来一千块钱 就把钱交给你 走饭的过日子你过 行吗 钱给你五百代 五百代不是 不不不不 那肯定是不够 把这个钱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要给你啊 年轻二 年轻二是已经的 如果按照现在的话 给你 本来你们是准备了一套房子 给你们自己养老的 后来金先生是 根据你的权利 你做了分配 给孙子了 没问题 这是你的权利 但问题是 你们准备养老的房子没有了 那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一并考虑 我建议 我觉得可以这样 一个 你们俩 比如说一个七百 一个一千二 我们现在先定这个数的话呢 建议啊 你们这么多孩子 四个 四个子女啊 每个子女 每个月 给你们多少钱 比如说五百 大笔房啊 你的那个孙子啊 如果他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 我认为 他不能低于这个数 也得表示 如果他经济条件 允许的话 我认为还要多一点 这个完全是情理之中吧 这样如果谈得拢 你们的养老才有保障 这本身已经委屈你们了 要去租房 租房不舒服的 没有一个窝的感觉 如果这个打不成 对 过不好的 建议各过各的 对 各各过的吧 不然 我还是祝福你 好 你以后希望你过得好 别着急 别着急 让他想想 那么着急 干嘛 大家想一想 至少你们来 是吧 我们把这个 前后帮你们理顺一下 把建议提给你们 你们去考虑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因为谁管钱的问题 两人再度陷入了僵持 秦女士甚至想要放弃 和金先生继续生活 这让我们无比诧异 关于养老的经济管理 现场金先生一直若有所思 没有再调态 现场调节结束 观察员吴俊决定 继续在第二现场 和老两口做沟通 让人欣慰的是 又经过半个小时的沟通 两人最终就下一步的养老问题 达成了一致意见 由秦阿姨出资一千 交给金叔叔手里 然后多余的您承担起来 如果存在一些 比如说人情世故往来 各自负担各自的 您看这样行不行 行 金叔叔 这个行 因为我这个生活费 只能拱我们两个人 那当然 真的你们老两个要想好 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都在进入倒计时了 孩子们他们应该去打拼 靠他们自己努力 你们多关注下自己 调解最终有了一个方案 平息了老两口一直以来的纷争 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充满了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撐 顺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撐 顺利 电源 转发 打赏支撐 顺利 文化 我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